命运之王 一位国王的智慧与改变 故事开始于一个名叫雅利克的年轻人 他是一位平凡的大学生 热爱历史与政治 对于国家建设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天 当他在研究一本古老的历史书籍时 不知何故被卷入了一场奇异的事件中 穿越到了一个平行时空的国家 伊斯塔利亚 这个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政治腐败 资源匮乏 经济崩溃 内乱平身 宛如风雨飘摇中的倒塌城墙 雅利克发现自己竟然成了这个国家的国王 眼看着国家岌岌可危 他深感责任重大 起初 雅利克感到无助与困惑 然而 他坚信自己的知识和热情 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他着手整顿国家的政治架构 打击腐败 推行公平正义的政策 他招募了志同道合的人才 建立了一个专业 高效的团队 一起为重建国家奋斗 在短短的时间内 雅利克采取了多项大胆的举措 改革了国家的教育体系 建立了公平的税收制度 重振了经济发展 巩固了国家的安全防御 他将这个国家重新定位为一个和平 繁荣的新兴国家 然而 挑战还在继续 附近的邻国开始对伊斯塔利亚的改革充满警惕 部分内部势力也试图破坏雅利克的计划 在外部压力和内部阻力的夹击下 雅利克不得不经历更多的困难和考验 但雅利克并没有放弃 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 与外敌内间进行斗智斗勇 通过外交手段 他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通过内部治理 他收复了叛逆势力 逐渐稳固了权力 最终 在雅利克的领导下 伊斯塔利亚逐渐崛起 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的国家不再只是在世界上占据一个角落 而是成为了领主 引领着一方局势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成就了一个辉煌的历史传奇 为国家的繁荣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雅利克的故事成为了伊斯塔利亚的传说 他被后人传送为改变历史命运的英雄 他的事迹激励着无数人 证明了智慧与决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当雅利克被迫成为伊斯塔利亚的国王时 他陷入了无比的困惑和不安 这个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政治腐败 资源枯竭 社会动荡不安 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但他内心拥有对改变的坚定信念 这让他能够快速做出决定 着手挽救这个国家 首先 雅利克着手整顿政府 清除腐败 建立了公平公正的治理架构 他用智慧和公益处理政治事物 淘汰贪污分子 招募有能力 忠诚于国家的官员 他鼓励创新思维 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政策 以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 经济上 雅利克推动了大规模的改革计划 重振了国家的经济 他鼓励农业 工业和贸易的发展 促进了国内外投资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 他也实施了环境保护政策 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安全方面 雅利克注重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 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他投资于军事科技 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 他也着力于外交事务 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稳固的友好关系 避免了战争的发生 然而 这一切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 雅利克面临着外来势力的阻挠 还有国内势力的反对 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 还要应对不断出现的危机 但雅利克从不气馁 他以坚定的决心和智慧应对各种挑战 稳步地推进改革进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斯塔里亚逐渐从动荡不安中崛起 成为了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 雅利克的领导为国家的未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英雄 他的故事传遍了世界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传奇 他所实施的改革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范 激励了无数人追求正义 智慧和改变 雅利克以他的勇气和智慧 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成为了永恒的传奇 感谢观看